通常女生会在10到14岁开始出现第二性征 男生到12到17岁 但因为经济的改良跟营养摄取方面 身体的发育状况加速 女生在11到13岁 男生到7到11岁开始有第二性征 还有女生出经最早可能到10到12岁 最晚16到18岁来 如果18岁超过还没来月经属于异常现象 这样观点是对的吗 你的这个问题不是你的观点 它是有教科书的 它是有研究有描述性统计有什么样的研究 来告诉大家现在的人 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育 什么时候开始有第二性征 跟以前的人比呢 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现在的性征年轻化等等的 这些在网路上你都找得到资料 这不是你的观点 那你所说的超过几岁还没有来 是不是异常是不是正常 这些都是在医学里面属于 他们医学的 就是异常的月经是怎么样 是太早来还是太晚来 那什么样算太早 什么样算太晚 这个东西还是要靠你去问医师 让医师来评估在你身上 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成立的 那我只能跟你们说的是第二性征发生 第一件事就是开始长毛 当你开始长毛 那就是你在发育了 那发育呢通常就是10到12岁左右 现在是这样啦 好像一直都是这样 以前好像是12岁左右 然后越来越往前 那因为这个统计的数字 这也不是我讲的 就是统计数字 现在国人就是这样子 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环境的荷尔蒙 还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这些资料你们都可以讲到 那这个并不是观点 这个是有研究跟医学的事实存在的